在没有巴士、地铁、汽车的年代 原本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答对了,是人力车 人力车是在1880年从上海引进新加坡的 当时新加坡的街道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跟我一起去看看 人力车出现之后 因为价格非常实惠 每半英里只收费三分钱 做起来也很舒服 所以成了人们最喜爱的交通工具 为了管理早在1888年 市政委员会就在美之路一带成立了人力车部门 专门处理注册执照 统一车费和控制人力车数量的工作 哇,还要注册车牌啊 不过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西游一吧 人力车的数量不断增加 从1883年的2000辆增加到1902年的22629辆 短短20年增加了11倍 人力车部门因此需要一个更大的办事处 于是就在1903年在Maxwell Road和New Road交界口 新建了这一栋建筑作为总部 根据记录那个时候的人力车夫一天可以赚一块钱 扣除了租车费的四毛钱后 剩下六毛钱 过生活其实很充足 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力车夫都有鸦片印 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花在鸦片上了 人力车夫之间也常因为籍贯和帮派的分别而发生了冲突 二战结束之后 人力车被三轮车取代 逐渐走入了历史 这栋人力车总部建筑物也改为其他的用途 大半个世纪以来 这里曾经是酒廊、餐馆、KTV和办公楼等等 咦?阿公的日记里还提过 离这里不远的珍珠身上是旧警察总部 不过为什么以前的警察总部会借在山上 行动的时候不是很不方便吗 哇,那个时候还没有高楼大厦 站在山上还可以俯瞰整个牛车水 原来这里的地理位置这么好啊 牛车水一带也是私会党派聚集 犯罪率非常高的地方 那你有什么高招可以降低犯罪率呢? 我们需要更好的设施来装备警察部队 那就在珍珠山修建上下军营吧 最初上下军营是西克教特遣队的住所 战后西克教特遣队的解散 无线电部门在1948年搬进了下军营 把顶楼改造成为了无线电控制室 负责警察部队的所有通讯 下军营就是无线电中心 它是一个新加坡警方信息的枢纽 也是一个我们英文叫做Nerve Center 那么至于警察总部最高的领导在那里办事 所以也算是一个警察总部的首脑 很多决策、很多计划都是从那边做出来的 那么Lua Barracks它是行政 不过除行政以外 就是无线电通讯中心的那个部门 它有很多巡逻车 全新加坡的巡逻车的派出去就是从这里派出的 70年代到80年代 新加坡的治安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好 我们那个时候常常有私会党的打斗的事件 抢劫的事件 偶尔也有绑票的事件 1950年、1960年代政治动乱 为了解决内乱 警察部队和军队合作 在这里设立了联合行动总部 在打击罪犯和协调各种行动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直到2001年 上下军营先后被不同政府部门使用 到了2008年 这里就被列为保护建筑 现在是艺术家和咖啡馆的聚集地 诶?这是什么照片? 1961年 河水山 如果想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记得按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集自由飞小 别忘了 like,follow and subscribe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好 好 että